屋頂漏水怪猕猴 男子入歐猕猴被送犯 保育動物台灣猕猴吐血的畫面 歷歷在目 虐猴男日前終於落網 這男子高雄的家經常被猴子侵入搗亂 而且因為屋頂瓦片破裂 每風大雨屋內就漏水 他認為瓦片是被猕猴破壞的 憤怒的出門尋仇 他騎著機車到壽山千光宮附近 看到猕猴 不分青紅皂擺 就拿木棍朝著猕猴的眼狂打 打到猕猴滿臉似血 非常痛苦 民眾阻止 你怎麼把他打成這樣 他還辯稱 我本來沒想要打的 按個EQ小吃的 警方接獲民眾報案後 從監視器畫面看到猕猴男車牌 巡線找到他 訊後以違反動保法送辦 動新聞高雄報導 警方接獲民眾報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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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要說